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弯屏时间了 今年咱们的科技圈又有什么新鲜事呢 一起来看一下吧 苹果昨天正式发布了iPhone 80 我们等待了一年时间终于又该送钱了 这是我们现在首发拿到的最新款iPhone 80 它相比iPhone 79厚度再一次缩小了0.2% 滚滚滚 非常伟大的一次进步 为了做到这么薄的机身厚度 苹果不仅砍掉了Lightning充电口 也砍掉了听筒 也砍掉了外放 也砍掉了闪光灯 也砍掉了摄像头 也砍掉了Face ID 而且还砍掉了一半的电池容量 这次的iPhone 80配备了200mAh的大电池 续航时间实测超过两个小时 对一台苹果手机来说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储存方面 苹果这次非常贴心地为穷人们准备了8G储存空间的低配机型可以选择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加10万元选购1TB的高配版本啦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苹果终于发布的AirPower无线充电器 这款研发了70年跳票无数次的产品 技术上非常先进 支持5V1A的快速无线充电 并且这么高贵的产品并不会随手机负赠 也就是说所有iPhone 80的用户都需要加钱选购这款无线充电器 不然你就充不了电啦 这么完美的手机 基础版的价格仅需50万元 虽然相比iPhone 79的49万提高售价 但是我相信这么做更能体现出果粉的高贵啊 然后苹果还顺带发布了2087款iMac 5K 这款新机外观上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使用的仍然是70年前的老模具 但是它的硬件上做了一些更新 用上了英特尔最新的Westlake架构处处理器 显卡则是换上了AMB刚刚推出的 那义务架构 象征苹果的品牌 同时具备年轻活力和经久不衰 当然万变不离其中的还是内存 2087款iMac的内存容量依然是8GB起步 你依然可以加100万元升级到512GB内存 或者加200万元升级到1T内存容量 苹果给你了非常丰富的选择空间 然而在新款iPhone和iMac发布之后 市场并不看好这两款新品 巴菲特的孙子第一时间减持了1000万股的股票 苹果的母公司锤子科技 股价暴跌20% 标准普通宣布下调苹果的信用评级至垃圾级 已经上百岁的罗老师 昨天还在发布会上表示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今天下午得知此消息 突然心肌梗塞 现已被送往成都市第一人民音乐进行紧急抢救 希望锤子和苹果可以尽快渡过难关吧 除了苹果之外 这一周最重磅的新闻就是微软宣布 Win10操作系统寿终正清 Win10从15年更新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一款经久不衰的操作系统广受人们的好评 尤其是去年IS7E 8809的更新集成了深度学习锐化抗锯齿技术 被许多的PC用户誉为XP以来最伟大的操作系统 8809更新太棒了 我本来在玩巧克力与香子兰13 它那个画面会局部模糊 画质很差 影响我操作 然后我更新了新系统 原来模糊的地方突然全都没有了 现在画面特别清晰 操作很流畅 我现在每天都要玩一下 感觉身体都挂行了 如此长盛不摔的优秀系统 却被微软突然取消 实在是令人唏嘘啊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微软放弃Win10的真正原因 但有证据表明 微软曾在前几天做过调查 询问用户是否喜爱Win10操作系统 我们也将进一步关注事态的变化 AMD最近发布了全新的 Naive架构显卡 宣告了他们在数十年后 终于重新返回了显卡市场 这一款最新的旗舰显卡 RX998搭载了动态脑补技术 可以直接截取你脑子里想象的画面 显示出来 确保每一帧都是你想要的完美画面 此前AMD曾因英伟达的恶意竞争 而下决心退出显卡市场 专心经营房地产 在收购了万达和碧桂园之后 AMD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大鳄 市值翻了1000倍 此番重返显卡市场 复仇意味十足 在得知AMD再次加入竞争后 老黄感到非常错愕 什么? AMD还在造显卡? 哎 不行 喂 我们在内华达空军基地的发射中心 你可以启动啊 对 你瞄准硅谷 我们今天下午就发射 两张8080Ti 可能不够 我们打两张Titan 对 就是最新的Titan nuclear missile super large edition 打两张 啊 真的啊 不好了 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 美国已经爆发了核战争 很快扩散性机体就会飘到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要赶紧去避难了 今天的湾屏 暂时播到这里 我们有缘再会喽 拜拜 哇